大家好,我是小杨,今天给大家看一款我们开发的头层露皮的蓝色小类型的恰克,用的是0.9毫米厚度的进口的新西兰头层露皮,小纹路的,都是最好的那种质感的头层露皮,整件衣服没有任何的瑕疵,包括前面后面,然后我们的小袖的话它也是一整片的,不是那种分开的,整个小袖,而且小袖的这个皮料,跟大袖的皮料用的是一样的。 不是那种,下面就用的度胶子,包括这个侧边,这种地方都用,都不是度胶子,而且这个衣服的话,它前面是只有左右两片,然后夹着一个侧边,其实这件衣服本来是我们想做,前面是没有侧边的,整版的,但是由于客户要求,他直接做一个暗头的,这个就必须叫这个侧边,因为不可能说不做侧边,直接做一个暗头的,不做侧边的话,就只能够做那种一字带了,可以开一个。 前面就是这样,非常简单的一样,然后拉链的话用的是LED拉链,比YKK的还要好金属拉链,里面的话是洋楼混房的礼物,然后来看一下后边。 这个衣服的后边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,它是一整片,就是连包括侧边都没有,很多衣服它是所谓的一整片,就是带一个侧边的中间的一整片,或者说是上面一小条,这叫一整片,我们是没有上面,没有侧边,整件衣服整个后背都是一整片,大部分衣服的话,后背至少是四片,左右各一片,然后再加两个侧边。 四片,还有一些是T字形的,那就是五片,我们这个只有一片,做一片的话,它是相当废体的,同样的,如果是做一片,那么中间一块一挖掉,那么边上的皮基本上就没什么用了,而且中间这一块要保证没有任何的瑕疵,必须用A级皮。 如果是挖成四片,五片的话,用那种B级皮翘翘也能做出来,至少皮上面要省出大概二分之一的皮,包括这个小秀,如果是做两片的话,也能省不少皮。 所以做这件衣服的话,比那种分片的,至少要多出二分之一的皮,也就是说,前上面要睡不少,这个后面是一个特色。我刚才也说过了,如果前边是,也可以做不带车皮的,但是那样的话,就不能够开这种暗口袋,而必须开那种一支袋。 然后我再拿下来给大家看一下,看一下皮料,跟做工这方面,看一下这款衣服的前面啊,包括做工各方面皮料,可以仔细看一下啊,瑕疵的,包括做工大概可以看一下,这边是一个YKK的小拉链啊,然后这边大拉链的话,它是Lily的啊,大品牌Lily的,奢侈品的处啊,这就是前面,然后小秀的话,它也是一整片的啊,小秀。 然后看一下里边啊,Lily的这个齿感非常好,齿感。 里边的话,做的是羊龙广访的一个礼部啊,含5%的羊龙。 羊龙广访的一个礼部,各方面的做工啊。 然后来看一下后边。 这个就是后边啊,后边它是一整片的啊,真正的一整片啊,没有任何的侧边,上面,包括这个小秀,它也是一整片的。 所以这个衣服是很费皮的啊。 然后这一片的话,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刺点和瑕疵啊。 一般这种一整片的羊皮是做不了的,只有牛皮鹿皮可以做。 好了,今天这个衣服就给大家看到这里了。 好。 好。